在医员及地方士绅共同接牌下 普利镇第一间西级长照站宣告正式营运 西级长照站其功能就是提供最初的医疗见诊 老人共餐 临时托固 等于就是社区据点延伸功能 服务的对象除了原来社区的长辈 还会增涉造福员 服务衰落老人等等 西级是属于比较集会所 村里方面的 最主要的就是服务这些比较行动不方便的这些长辈们 希望他们能够就近在那一个活动区域 就可以得到最起码的医疗咨询 也有不定期的服务 共餐的话有它的好处就是 让这些长辈们能够在这一个时间点正常的进食 同时得到营养均衡的照顾 护理镇第一间社区型西级长照站能够选择在泰安里举办 对在地人而言是相当不容易及荣幸 当地老人获得完善照顾之后 年轻人生活负担减轻 可全力投入与事业的打拼 社会进步 人类的寿命增长 但是寿命增长并不表示它日子很好过 我们现在设了这个长照站 就是说希望我们的长辈来到长照站 受到很好的照顾 让我们的年轻人能够专心的去工作 打拼事业 政府推出长照2.0计划之后 当然就是要让老人获得更好的照顾 西级长照站的设立 大家也相信这是对在地老人的福利 因此预言要制成呼吁县府全责单位 能够尽快辅导其他村里 并广设西级长照站 在这里要求我们的管政府的社务处 这就是一个头的店 冠军可以延伸去各社区 去设西级的甘马店的长照站 这可以替我们政府 生了很多很多的健保会 我们的店呗在这里每天过得快乐 人们说是多人的健康就是怕出我们的福气 所以我们一直鼓励 冠军可以延伸去设计 让店呗有一个很好的地方 我知道每一天都有这个家庭 说过去未来 做一些活动 会长潘云泉对西级长照站有很大的期待 并希望在公部门与民间医疗团体合作之下 能够如期发挥他的效果 让老人们都能充分获得完善的照顾 明镜需要欢迎欢迎 普理采访报道